《慧年时间》 《耳肠奔带》的自画像 它的创作者是荷兰印象派画家 表现主义的新区 范高 范高戈尔多后的自画像 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画家投肠奔带 面容销售 眼睛深陷 流入出悲愤和绝望的感情 1888年 范高的好朋友高跟 跟他大吵一架之后离开了 范高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 竟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一个多月之后 他创作了这个作品 此刻 范高应该已经找到了 内心的自我平衡 他已经能够注视 尽忠的自己 把自己的面貌 连通感情 一起呈现在了画布之上 他仿佛在代替人类受刑 成为痛苦的化身 整个画面 好像处于一种 情绪的波涛之中 给人造成一种巨大的 视觉冲击力量 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 巴黎卢浮宫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